雪兰儿的28岁女侍主谢小姐 本月5号透过社交网络 认识一名自称来自英国 目前在玻利维亚外海工作的石油工程师 送信男子 两人交谈甚欢 一来一往中很快就互生好感 几天后男子声称要寄送一份生日礼物给母亲 同时也给侍主寄一份圣诞礼物 要求侍主帮忙接收 据称装有名牌手提袋 香水 手表 电子产品等各种奢侈品的包裹 侍主起先拒绝 但最终还是经不住对方要求而同意 13号 一名自称是快递公司员工来店 只包裹超重 要求支付5000令吉关税 侍主不宜有他 汇款到本地一个银行户头 没想到不久后 一家快递公司再来店 只扫描发现包裹内放有大约700美元现金 要求侍主支付3万令吉申请反恐准证 证明这笔现金的合法性 期间还不断恐吓威胁侍主 施主虽然感觉受骗 但因为不想把事情闹大 最终还是妥协付款 不料实随之位的快递公司得寸进士 再以支付商服税保险等名义 向施主索取21万令吉 无奈的施主只好向同事友人借钱再店付 前后一共支付了13万5000令吉 为了厘清真伪 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都司理张天赐要求下 施主当场致电快递公司 此后电话再也打不通 施主坦言承受极大精神压力 甚至动起自杀恋头 他将到警局备案 希望事情尽快落幕 巴都空间谭凯倩 吉隆坡报导